Shake Moses是卡塔尔前艾米尔·哈马德的第二者妻子,是卡塔尔前任艾米尔·塔尼姆的母亲,与阿拉伯国家女性普遍低调的现象不同。 莫扎是一位呼风唤雨的女强人,不穿高定都不出门的个性,真是好到不行,她被邓文迪视为偶像,学习的楷模。 说起邓文迪,她的传奇人生可谓是家喻户晓,31岁加商业剧头莫多克,43岁一长成名,让英国首相未知倾倒,还能与小她17岁鲜肉继续恋爱。 但有一个女人她的人生比邓文迪还要彪悍,她被邓文迪视为偶像,学习的楷模,说到这,相信很多人跟晶晶一样好奇,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? 竟能让邓文迪如此钦佩?她就是卡塔尔的莫扎王妃,虽然平民出身,但靠自己的努力,成为了卡塔尔第一夫人,她让卡塔尔成为人群GDP世界第一的复国,被称为全世界最会赚钱的女人。 卡塔尔的老百姓对她更是鼎礼膜拜,称她是卡塔尔现代史上的奇迹,她的人生比真还要传奇。 沙漠珍珠,从囚犯侄女到第一夫人,从一届平民,到万人敬仰的第一夫人,莫扎简直就是沙漠中的一颗珍珠,她靠自己的实力和魅力,征服了国王,征服了整个国家。 人辱嫁给仇人的儿子,莫扎的父亲,当年因为得罪了国王莫扎后来的公公,而被关进监狱。 15岁之前,莫扎都过着流亡生活,直到15岁才回到卡塔尔。 18岁那年,正在塔塔尔大学社会学系念书的莫扎,陷后了前来学校访问的王子哈玛德,王子对她一见钟情,不顾父亲的反对,坚持要娶她。 年轻时的莫扎,莫扎拥有雕塑般精致的面容,和沙漏般性感的身材,令王子对她一见钟情。 莫扎与哈玛德,阿拉伯国家实习一夫自欺制,因为正在联姻,哈玛德很早就娶了畜生高贵,但却不爱的堂妹,登山权利的顶峰,莫扎的介入,打翻了带老婆的醋痰子。 他本次莫扎,培养不出闪光的珍珠,你应该到监狱里陪你可怜的父亲,如何懂得欣赏珍珍珠,我会向你证明,王宫就是最适合我待的地方。 哈玛德看上去是个操汉子,可是对莫扎绝对是体贴入微。 出国访问时,当众帮老婆捡鞋子穿上,也不觉得丢脸,给老婆拍照也是极尽耐心,真可谓是模范丈夫。 1985年,老国王逼着儿子娶了第三任老婆,哈玛德为了弥补至爱莫扎,26岁的莫扎开始负责管理财务和投资,成为后宫真正的女主人。 1995年,在莫扎的帮助下,哈玛德包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,逼老国王退位,自己登上王位,并将莫扎所生的儿子立为王主。 莫扎成为名正言顺的第一夫人。 莫扎被福布斯达制品选的全球百名最有权利女性之一。 最会赚钱的女人,珍珠改变国家命运,手握大权的莫扎和丈夫两人分工协作。 丈夫负责改革施政,她负责赚钱养国。 在他们的努力下,西域贫穷落后的卡塔尔,居然一跃成为人均GDP世界第一的富国。 完赚投资,将但完之国富起来,莫扎除了喜欢珍珠,还喜欢艺术品,喜欢房地产。 她成功收复卡玛德,成立了国家投资局,并全权负责,成为卡塔尔王室,唯一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女眷。 1997年,在蒂尼的英国房地产市场上,莫扎代表卡塔尔政府,吞下了一大批楼房和土地。 从伦多南买到伦多北,又花了158亿美元,在伦多开发房地产,9亿美元成个伦多奥运村。 莫扎与英国女王,气场一点也不输。 2012年,卡塔尔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墙,不仅是业率接近令,连收入最低的人都有车友房,有外国伐母,被福布斯评为人均GDP世界第一。 莫扎还推动了一系列公共福利,医疗,教育,甚至连日常的用水用电都能免费。 卡塔尔人对他十分爱戴,说他是卡塔尔的奇迹,与人气爆棚的凯特之类的王妃比起来,莫扎拥有的不仅仅是颜值,在政治与经济上,更是赫赫战功。 赶入史册,什么功斗争,跟他都不是一个断位的,真正大气的女人,才不限于那些家长里短。 高定女王,60岁,颠覆世界的审美,莫扎的真知拙见,也表现在衣品上。 他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高定买家,也引领着时尚潮流,向世界展现中多女性的品味与魅力。 时尚大牌都是桃尾神,像范冰冰这样的大牌女星,都只在奏红毯时,才能穿上商家赞助的高定仙裙。 但高定却是莫扎的日常穿戴,只要出门,必定高定,就连每套衣服搭配的铜色系头巾,都是由爱马仕和S定制的。 阿玛尼高定妆,Chanel高定妆,每年阿玛尼,Christian,Dior,Chanel的国际大牌,都把她的天色一样供奉,都不用的。 这位财神奶奶吩咐,就会定期给她都申定做全套服装,莫扎于法国前第一夫人,超模不履女合照,也能平分秋色。 这样一位风姿卓越的阿拉伯女性,穿起长裙一点都不信于替开模特,是中东最时尚的女人,并在2015年被名利场杂志,评为最佳折装名人堂。 当年仅有一个名额,不夸张的耳身与她雕塑般的脸型非常搭,见过她的风采的人,几乎都忘了她的年龄。 谁能想到,1957年出生的莫扎,已经过了60了,无论是衣着还是珠宝,在颜色搭配上都非常协调,简约的,绿色的头巾,纱巾搭配绿色的宝石耳钉,端装有气质。 出路买买买买,莫扎还懂得如何从这些奢侈品中转转转,她直接投资了米索尼,蒂凡尼珠宝等世界顶尖奢侈品品牌,还一口气收购了Valentino,改变世界对中东女人的看法。 莫扎的高顶,也彰显了她的时尚品味,她的衣着和珠宝搭配,绝不是简单的大牌堆砌,也不会每件都灵,灵但全是符合她王室身份,低调奢侈的款式,于心结出见考究。 简约的黑白灰,低调奢侈,她虽然高调爱美,但是穿着绝不会出格,宗教信仰高于一切。 她特别喜欢穿艳色和黑白灰色的全套高顶,虽然全身裹的颜色和风,但是气场超强,展现雕塑般的体态,凭着国王的宠爱,她本可像其他石油国的小老婆们那样。 只有生娃和花钱,相夫叫子,衣食无忧,但她拼接要干事儿,她通过自己的努力,改变卡塔尔男人对女人的看法,更改变世界对卡塔尔的看法。 莫扎女儿子作和老公又,2013年6月,哈玛的宣布将王位传给她和莫扎的儿子谈名母,莫扎从王妃变为皇太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